哈喽大家好我是兵哥 今天呢是我在房车上生活的第982天 早上起来以后呢 第一时间又来到了这个 卖牛羊肉这个当地的特色店 因为呢昨天我们吃的牛脖子特别好吃 兵哥呢房车小队呢 中午啊就要离开乌兰浩特 所以说准备多买一些 带上路上慢慢吃 来到了便利以后呢 老板娘已经开始在给我 打这个牛脖子 还有这个鸡嘴上的肉 因为昨天呢 留有微信都已经定好了 看看这个 这个得吃两顿 我们一定吃不了 昨天呢 我们 请我战友吃饭嘛 他们吃都挺好 其实我昨天还没落着吃 这个这把能吃了分两顿吃 我们锅也没有那么大 要不 炖了一个半小时吧 还可以 感谢 老板娘人特别实在 兵哥买了一大包呢 老板娘又给送了一包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感谢你真是我 猛族人就是实在善良 感谢 好嘞 说真的 听哥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家伙 200块钱买了一大包 踩单车 大概五分钟 就会到达我们的营地 万一 你估计就有25亿斤吗 你练练 看这个得多少 10斤 10斤能够吗 25斤 15斤 我也不知道多少斤 老板您好 聊了半天 知道我们是旅游的 200块钱 200块钱 哎呀都颠不动 卖啊 是不是讲究卖 而且还邀请我们去 去草原参加事部去的 去草原做客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 那个牛骨 他有牛鸡骨 都给我们拿来了 这现在花200块钱 200块钱198 就是说给我整的 我说得感谢 完了 标准的猛猪人 还很热情 说得你们再回来的时候 邀请我们去 猛猪包上牧区做客 热情的猛猪人 太热情了 你俩干啥呢 你俩 这场 压师姐和九嫂 给我们大家伙来包饺子 我们吃完饺子以后呢 就开始出发 上船 下船面 上车饺子 下船面 我们要上吹了 要上船饭了 吃个饺子 啥啥饺子 有道理 有道理 在乌拉浩克呀 待了20多天 还真的习惯 这块的奶茶 这不早餐 用冰哥这个 专用奶茶碗 再来一杯奶茶 压师姐开始煮饺子了 咬 我放时间长得会有点沾了 是吗 嗯 我给外义葱一杯奶茶 她也要喝 吃饺子就在喝的 这个像 然后 冰哥也来一杯 冰哥来一碗 挺好喝的 咸味 好不好喝 不错 你上回里边加了什么东西 这个又是比上回那个还要好 为什么 你们喝这个位置 比得更好吗 我觉得天天咱俩一人来一碗 找上挺好 嗯 不错 挺好啊 拿一下 上车饺子 下车面 不得不说哈 这个 内蒙地区这个气温呢 有点反复 无常 昨天呢 我们穿的都是 短袖短裤 今天看看 我们都把 长袖长裤都穿上了 七个棉袄都套上了 我穿马甲了 这一二姐都穿马甲 所以说你出的这块这个温度 是不是有点无常 饭没等吃完呢 九哥就开始看地图了 研究我们的路线 研究路线的哈 人子 路在何方 赶快路在何方 赶快路在何方 路在你的地图上啊 这一楼 好 大帐篷 这个月之内应该是不会用 所以说七哥呢 把它从车底上拿下来 重新叠一下 放到这个车这个后头里面 这样一来的话 长途行车还是比较安全的 现在呢 七哥房车小分队正式启程 离开乌兰浩特 其实啊 这是这个二十多天 在乌兰浩特 实在讲啊 应该感觉这个地方 民风 非常的 朴实 风景呢 周边的风景呢 也很美 虽然今天阴天啊 但是也能看见 不一样 不一样的云彩 不一样的天空 很漂亮 我们现在呢 对一下地图 然后呢 就准备 突发 看见门 哎呀 站好握了刀 咦 嘿嘿 现在到哪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 据九哥介绍啊 说这里的干豆腐特别好 然后呢 燕姐又说小葱好 要给他买一块 小葱 这个拿一个拿一个 拿一个 说是这是干豆腐特别有名吗 这个地区最出名上 我跟你说 主队 主队停下来 买干豆腐 好吃哦 是是有味 跟这燕姐吃干豆腐 继续赶路 哇 对哀嗇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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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呢到达了霍林割乐 霍林割乐 今天晚上呢就不走了 在这里露营休息 停车场环境不错呀 停车场非常干净 我们临时住车这个营地 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第一安静 第二干净 到达了以后呢 九嫂呢 把上午满着的牛骨头 沽上 远远的都能闻到这个骨头的香味 看看九嫂在这 呼这个大骨头 都闻到香味 看看 真香 带八点葱 卷点干豆腐 行 就要我们就要吃晚饭的时候七哥又开车出去 不要弄点稀残 我说这一大锅这骨头都吃不完 这骨头咋办呢 这骨头咋办呢 你看看 一大锅骨头 然后七哥呢 他又去买了西餐你看看 你看看 整这楼西 这能吃得了吗大哥 看看这一大锅牛骨头 哎呀嘎嘎笑我来 我把这个骨头咋扫上去 哎呀看看 你看看 哎呀 吃每一个锅完再来 行吃完一锅再来吧 一端肉你就瞅 你瞅啥 你瞅啥 今天气温比较低 所以说我们得上九哥这个房车里面来吃 还是房车上温暖 哎呀真好 蘸酱菜 这个幸福的盒子 我们六个人正好 坐的是满满当当 七个人 七个人也行啊 这汉堡给我留一个哈 我也来个汉堡 汉堡 我一会儿来 你先来 吃啤酒 你喝这个 看看这个大牛脖子 真的是还是得感谢这个蒙竹的老板娘 我们这点牛脖子能够我们吃三顿牛骨头 床上 看点 红贩 小骨头 鱼 瓶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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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我和燕姐呢 吃过晚饭后呢 也早早地回到房车厂来休息 跑了一天 跑了一天 差不多一个下午吧 不到300公里 明天呢 还要继续赶路 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感谢您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拜拜